儿童节还没到 不过苏澳镇公所已经帮孩子 把礼物准备好了 经过镇内八所国小学校代表 共同参与评审 这支真空运动瓶 从琳琅满目的玩具 文具礼品中脱颖而出 水瓶送给小朋友 那我们这一次选这个水瓶给小朋友 最主要也是因为 现在因为新冠肺炎 越来这个疫情 其实算是还蛮严重的 那虽然我们台湾控制的很好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 在这一段期间 新冠肺炎这一段期间 然后能够勤洗手 多喝水 多运动 每一份礼物都是大人的心意 给小朋友一个快乐的童年回忆 现在正值防疫期间 镇长也和小朋友起跳洗手舞 呼吁要勤洗手保健康 最想要的儿童节食物是希望大家健健康 要勤洗手 多喝水 多运动 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另外为了鼓励孩子走进文具店逛逛 金玉堂苏澳店店长林亚惠 也特地加码 送出2480张的图书礼券 每张面额为30元 宜兰新闻记者黄珠汉菜港报道 下一次 美丽的血管 五天 一日 年 二十九 严的荣oby 第三十 禅